那么GVM呢 有一个默认的异常处理机制 就是将该异常进行处理 并将该异常的名称 异常信息 异常出现的位置 打印在空台 同时呢 将程序停止运行 这就是GVM如何去处理异常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演示一下 Ctrl C处置 我把它粘在这个位置 Ctrl V粘过来 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在这里面写一个类 我把这个地方删掉 把空台清空 在这边写个类 Class Demo 然后呢 在这个demo里面啊 我们干嘛呢 我们要写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我们叫做除法运算 叫做除法 除法运算 阴死 运算 还没等干什么呢 就晕死了是吧 好 我们来看public 然后呢 返回值呢 让它是int 然后呢 来一个biv 就是除法那前三个字母啊 biv 然后呢 来一个inta 多少intb 除法运算很简单 让a除以b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我return一个a除以b 好 保存 接下来呢 我想调用这个方法 那你是不是要创建这个类对象啊 好 创建了这个类对象 来一个demo 然后呢 d就等于new一个demo 然后创建完之后呢 我们就来调用这个除法这个方法 那么调用这个方法 它返回应该是一个int值 所以我用一个int数去接收一下 那就来一个intx等于d点div 然后来一个10 然后再来一个2 好 然后呢 我打印一下这个x soso打印x 那大家说我这个运行的结果应该什么 你看12 是不是把10和2分别负给a和b啊 然后这个地方 是不是10和2进行相处 结果应该是5 把5给返回 那么返回的5复制给了x 来运行一下 结果是5 这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给b复制为0 那么大家知道啊 我们在去学除法运算的时候 它叫做被除数 它叫做除数 是不是除数不能为0啊 好 我们来看除数到底能不能为0 运行 大家看出现一个什么 出现一个叫做arraysmoticexception arraysmoticexception 来复制一下 复制 找一找 看它在哪里啊 ntr v 敲回车 敲回车 我们来看 它的负类是谁啊 是不是randomexception 所以它也属于一个运行时异常 那什么情况下会爆这样异常呢 当出现异常的运算条件时 抛出此异常 例如一个整数除以0时 抛出此异常 是不是就除0异常 arraysmoticexception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程序是怎么走的 首先我们创建了一个异常对象 然后呢 去调用这个div的方法 把10和0复制给谁 把10和0分别复制给a和b a就等于了10 然后呢 b就等于了0 然后复制过来之后 这里面10除0 10除0 是不是进行了10除以0啊 然后呢 倍除数是10 倍除数是 哎 跳了 在这 倍除数是10 然后呢 除数是 除数 除数是0 当除数是0的时候 违背了什么 违背了算术 算术 运算法则 运算法则 然后呢 抛出 抛出 异常 那么这里面 抛出的异常是什么呢 它是异常对象 就是说 术华里面呢 它所有东西都是 面向对象的 所以 在这里面出了异常 它也是以对象的形式 抛出来的 那抛出一个什么样的异常对象呢 它抛出一个这样的 你有一个 alrace mortic exception 然后呢 这里面来一个 by0 你看 它这里面 是不是来个by0啊 这其实就是它一个参数啊 好 这里面来一个by0 那么也就是说 当你进行十出零的时候 那么零 是不是现在 除数为零了呀 那么除数为零 它认为违背了算术的运算法则 那就干嘛呢 它在底层 就拗出了这么一个异常对象 然后呢 返回的就不是返回十出零了 而是返回谁啊 哎 返回这么一个异常对象 那把这个异常对象 就想复制给x 那你说x能接得住吗 接不住的话 说明你主方法里面 是不是有问题了呀 那么主方法遇到问题 怎么去解决 两种解决方式 A 自己将该问题处理 然后继续运行 它自己现在有没有去处理 没有处理 那么B 自己没有针对处理方式 只有交给调用者去处理 那么调用者是谁 虚拟机 所以他就交给了调用者去处理 那么交给调用者去处理 这个结果就变成什么了 是不是虚拟机就把 对应的错误给你打印出来了 来看一看 以后呢 我们再看那个错误啊 在空中台看错误的时候 从后往前看 先看这儿 那他说第18号 第18号我们找一找 说在这儿 这是干嘛呀 这儿是不是在调用DNIV这个方法呀 这是源头吧 然后呢 再往上找 找到35 35到哪了 35是不是在这儿 说在这个地方 你进行了一个相处 然后就出现了问题 从后往前一点点看就可以了 明白这话意思吧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哈 我们自己没有去处理 然后呢 就交给了虚拟机处理 虚拟机的处理方式呢 它是把这些问题啊 都给你打印出来了 然后呢 错误的行号也给你打印出来了 异常信息也给你打印出来了 所有呢 都给你展示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对异常处理的办法 那么现在呢 我们没有对它进行任何的处理 那就一层层往上抛 相当于 一层层往上抛 最后JUM就有这样一个处理结果 那如果我自己想处理怎么处理呢 别着急 我们马上就要学如何去处理一场 好 这个知识点呢 咱们就保存在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